哈喽大家好我是佑群 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也很喜欢的应该算是概念店也是一个品牌来自意大利 它叫做Ten Corso Como 那喜欢看时尚杂志的人都知道这个创办人呢其实他是之前做过Vogue也做过L 那这个店呢在米兰其实他有非常多厉害的精彩的单品 那包括他也跟很多lifestyle结合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 因为目前在台湾其实也开始买得到他的东西 请跟大家分享一些啰 好的那我第一个要分享的单品呢其实已经在后面了 刚刚应该有人发现Ten Corso Como最好玩的是它那个O 其实它有一个设计感就是外面的圈圈里面包覆着一个黑色的点点 那这个狗狗的T恤它就是用这个当作发想 所以你看到它两个眼睛眼珠子呢 其实就是这个Ten Corso Como的那个O字 然后再变成一个狗狗的图案的黑色T恤 我觉得非常的酷 好的那第二个单品呢在这里 这个单品我超爱的 因为它是一个后背包 那后背包上面你看这个所有的图案呢 它都是从那个O字变成的眼睛 然后再变成一个各种的表情符号 那比较酷的地方是 这个后背包呢 这个后背包呢如果容量你觉得不够的时候 你还可以把它撑开来变得更大 你看撑到我脸都埋住了 第三个单品我要介绍的一样是后背包 那我知道现在女生喜欢运动风 然后呢运动风的品牌里有一个品牌非常的红 叫做Fila 那如果你拥有一个Fila的运动风背包 可是它居然是Tencosocomo跟Fila的联名 是不是就会变得非常的酷 这样子的话保证在街上的询问度超高 第四个要推荐的单品呢 Tencosocomo的这个托特包 那这种购物袋型的托特包 你看它的造型也非常的可爱 就是一个猫咪的大脸 所以呢我觉得它这次这几个单品都是以黑白为基调 但是每个的风格都非常的不同 那第五个单品呢一样是包包 刚刚有这个后背包嘛还有这个托特包 现在我要介绍的一样是这个购物型的束口袋 这个束口袋呢你看也是黑白色系 可是它多了一个可爱的爱心 这个插画上面你会看到那些满版的这种无限延伸的图案 有一点点像是海鸥的形状 所以看起来也是会让人家觉得心情特别的好 第六个单品呢我觉得真的非常的有意思 几年前其实很流行巴西的这个果冻鞋 然后这个果冻鞋最有最大的特色就是它会有那个非常香的气味 可以有去闻 所以呢Tankorsocomo有跟这个Melissa做了联名 我手上的这一款果冻鞋 可是它非常的酷是用霧面的这个黑色 上面有品牌的名字 然后呢連鞋的这个彩鞋子的地方呢 它都是这个品牌的这个符号 重要的是一样它延续了Melissa最大的特色就是 有这个好像香水的味道 所以以后呢你再也不怕这个去日本料理店脱鞋的时候 人家会觉得有味道 人家反而觉得 哇怎么你连鞋子跟你脚上的味道都这么的时尚 好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Tankorsocomo的最新一些我推荐的单品 你有没有很喜欢呢 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的话呢 请随时关注我的社群哦 包括IG还有这个脸书 微博 另外我还有官方的LINE 还有什么 还有部落格 对不对太多了 很简单 要怎么找搜寻我的名字就找得到咯 下次见咯拜拜 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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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